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 带回去 主上 温小六已经成人下毒 但他不肯说出解药 如何处置还请主上示意 去给我找最有经验的行星人 只给他留一条命就行了 是 属下明白 温小六和你在一起的人是叶十七 我杀的叶十七并不是什么要求的事情 苍璇哥哥 你果然厉害 难怪外祖父会喜欢你 打断他的腿 省了他再跑 哥 选哥 现在知道讨饶了 是吗 从小到大 我爱的打手得先比这个多多了 这点疼不算什么 你不是最会耍华卖乖吗 怎么现在开始嘴硬了 把他带到秋车上 是 湖山夫人呢 左挑右选 才给二少主定下这防风氏小姐 防风氏小姐 从小跟着父兄四处游历 非一般规格千金 不但生得如花孤独般娇美 还射得一手好剑 可惜呀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哪 筹备婚礼之际 忽然 湖山二少主身染重病 婚礼不得不取消 有情人未成全身 这些年来 湖山二少主闭关养伤不见踪影 家族大权都落入了大少主的手中 这正是风水轮流转 命运无定数 一朝风云变 吉凶不由人哪 疼吗 对换骄傲 不疼 只手已删去 送一颗心别离 要一颗胃气 好好照顾她 你刚才已经叫过我哥哥了 在想抵赖是没用的 小妖 小妖 好 我是沧璇 沧璇哥哥 我回来了 我自己的妹妹 我会照顾 来 吃块肉 好 味道可以吗 好 好 好 是不是和小时候的求天家一模一样 嗯 我知道你不在乎手上染血 可我在乎 你只需站在我的身边 就可以了 爹 娘 奶奶 姑姑 我和小妖回来了 让你们久等了 姐姐 安静放开 小妖 小妖 把银带过来 小妖 你别吓我 来人哪 小妖 小妖 现在这屋内只剩下我们兄妹三人 你既然笑不出来 就不要强撑着笑给别人看 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 我知道 长轩哥哥如今已经很厉害了 论发生什么 都可以保护自己 小妖 我已经帮你报了仇 一个凶手也没有放过 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可能会是让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 都功亏一篑 所以你若是醒着 肯定也会阻止我 但这件事情 我不想再深事多事了 如果真的要重新开始 那就要委屈你 继继续陪着我受苦了 继续陪着我受苦了 王琪的手有些凉 你得换一双厚实鞋的被子 何美人 我或她在家看 尝试 naturale 经zt语 在心上 请老杀 最残无你逍遥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